我不曉得這個黨內民調是要怎麼做 那模式是要用電話民調 還是黨員選舉 還是用全國的手機也納進來 因為我這次在屏東的選舉 我就知道我們屏東縣的電話民調 是完全不可信 我們屏東這樣電話民調 很好笑 我們自己在民調打給那個歐巴桑 說歐巴桑你現在館長要選到什麼 他說船長要不要交代 船長還沒交代 你一定要不要交代 所以那個民調黨內在初選的時候 那個民調 某一個候選人他說他裝了800多支電話 連抽到一通都沒有 所以我們屏東縣的民調 是全台灣最淋漓盡致 做得最好 而且還藍匹立骨的人都和在一起 一起攪拌 所以才會贊成那麼大的風波 所以國民黨這次的黨內民調要那麼多 那麼多 如果是用電話民調 然後又會有人灌票 敵對的民進黨這邊來灌票 那是可以操作的 那不難 所以我倒是覺得如果要用電話民調的話 不需要就要用手機 因為選總統是全國性的嘛 那你全國的手機都丟來 就好像上次賴清德跟蔡英文 如果那一次如果是用電話民調的話 賴清德會贏 事實上做起來是贏 那後來就把手機的都丟進去 網路也丟進去之後 就蔡英文出現了 所以你要怎麼做 也是一個大學問 台北市一些好的 南軍的選期 像羅志強跟那個誰 他們要選的地方 也是可以灌票的 所以我對這個民調 我非常關注 我非常非常關注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提出來 那郭台銘 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家 大家對他都很欣佩 很賺錢 很賺錢 但是政治 他實在是比較少一次 剛才我們林立委在那裡 要死 所以我在這邊講 就是說 我們幫過他的人 還不少 但是都博有厭言 所以這個政治是重人之事 那他很優秀 我們把他納入 他要怎麼配 我們都樂觀其成 活鍋配 現在有講到這樣 但是會不會成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 一定要把最強的組合 拉出來 那郭台銘講了一句話 我蠻贊同 他說絕對不能在民進黨 再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就是他講的 那這句話我認同 同位 那個對不起那個藍軒 我覺得郭台銘 他他今天話講的蠻白的 這個聽起來的話 我認為這個郭跟柯的配 大概已經斷了 因為他講到說 如果說他沒有被徵兆的話 他絕對會全力支持侯友誼 那如果他跑去跟柯文哲搭檔 那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支持侯友誼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倒是今天看起來最清楚的一個訊息 那至於他在國民黨內怎麼樣的徵兆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說的話呢 既然這個經過先前所謂的選對會 選舉什麼決策委員會等等的風波之後 已經確定了用徵兆的方式的話 我認為最近朱立委的動作應該來得更加的積極一點才對 先年有講到說呢 雖然六月不算太晚 但是既然現在郭台銘也表態了 那聽起來侯友也過去呢 這個意思來得更加清楚了 現在才四月初耶 你還在如果 因為朱立委買說什麼到六月底都不算晚 如果都已經又確定了要徵兆 然後兩個人太多人都那麼清楚了 連王建軒都要說要進來了 你還要拖到六月底的話 等於是兩個月的時間 我覺得有點太拖了 但是重點在於說 你用徵兆的方式就代表說 你並不是用一個黨內初選的方式 所以你的候選人並沒有機會 對你的選民對你的支持者 做任何的一些你參選的說明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對於各自的候選人來說 如果是郭台銘也好 或是說好友來說也好 他應該各自創造機會 去對選民說他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比方說 我們剛剛講到郭台銘的這個川普路線 這隨便媒體報導隨便這樣講 聽起來這川普路線 你會隨便讓人家亂想一通的 川普路線 現在川普 第一個他要恭敬國會嗎 第二個你的風口事件 鬧得在美國鬧得飛飛揚揚 還是說你的這個川普路線 指的是CEO治國呢 那也有可能 這個天然就比較正面一點點嘛 那或者是說你的川普路線是民粹呢 或是你是一個國家主義呢 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一次的話 郭台銘又是戴著他的國旗帽 這個出現在美國 然後呢 馬英九到中國大陸也講中華民國 反而是蔡英文在美國出訪 他沒有講中華民國 我覺得是講中華民國也很好 但我的意思是說 郭台銘要參選 他到底要怎麼樣子的 讓大家覺得說他是一個可以代表國民黨的 他必須出來說 那侯友宜也得要自己創造機會出來說 否則這個徵招 這樣的一個遊戲規則 對國民黨來說 他可能會缺乏了一點 造勢的機會 他雖然多了一些可以讓黨內比較緩和 以何為貴 但是的話呢 他這樣的一個可能造勢的機會就比較沒有 我覺得這對國民黨內是一個問題 甚至我覺得對朱立文來說 他這段時間看起來麥不吭聲也很奇怪 國民黨連立委選舉都已經在台北市炒成這個樣子了 像費洪泰跟這個徐小新 我真的不曉得他們在做什麼 對國民黨來說 你過去都沒有說 那麼早就公佈不分區名單 這樣的一個例子 但是某個程度來說 我覺得這件是朱立文的事情 不是費洪泰也不是徐小新的問題啊 如果說你可以好好的安排 老中青三代各自 我說優秀的老中青三代 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去處跟適合的位置的話 不分區立委 或者未來可以入閣 或是說中生代該怎麼樣 而這個年輕的應該要這個進行相關的 這個接棒等等 我覺得是朱立文應該要做的 那為什麼他在處理完 選對會的事情完了以後 說完這道之後 他又突然間不見了 然後當然我覺得 總統的場子該起來了 這是國民黨接下來的大戲 但他自己本身朱立文 該處理的事情還是很多啊 那否則的話整個的局看起來 馬英九蔡英文各自回來之後 我認為台灣 包括柯文哲又要去美國了 這個整個的事情 已經開始越來越熱的時候 如果你方向不夠清楚 黨主席帶領的方向不夠清楚的話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說還是問題很大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